经常被人喷 这就是忠言逆尔嘛 什么叫忠言逆尔呢 我一开始那会儿提出的主张 就是对于一个跟剑已经断过的球员 最好的使用方式 别让他当队内老大 跟克莱汤姆森呢 如今在勇士队的环境 这是不能完全这个同日而语的 因为汤姆森在勇士队绝不是老大 他是一个接球投射的炮台型球员 但卡顿兰特呢 在篮网队居然说呢 作为一个已经跟剑断过的球员 被篮网队树立为球队绝对核心了 甚至哈登呢 一时之间愿意为兄弟分友啊 你都已经一条腿呢 遭遇了篮球运动员最重的伤病侵袭了 我真忍让你深扛重担呢 我愿为之分友啊 结果卡顿兰特呢 没有说体会到哈登投来的好意 反而呢 甚至用出了一段阳谋嘛 对不对 公开为哈登争夺MVP这一事件 撤了一把体子 这次杜兰特 整个篮网队呢 好像说也不明就里 为什么说要围绕这么一个 本身单打立棍 很难夺得冠军的这种技术属性的球员 而且又遭遇过孙下重商 为什么要让他一直当老大呢 这么用来用去你发现发现 时间一长啊 就是整个团队身心俱疲 而且一支球队网就这样 一鼓作气 载而衰 三而解 这就是围绕杜兰特当核心的最大弊断 那古代的智慧嘛 包括孙子兵法 孙兵兵法 曹操啊 曹成像当年写著的黄黄的军事巨著 当初都有一套理论嘛 打仗讲究一鼓作气嘛 结果老长队呢 2019年 坎多兰特作弊上官 当时周围众兄弟以丁维迪为首 这个号令众兄弟 我们今年放手一搏 奋力向前 为这个老长队今后的前程呢 打下一个坚实基础 即便说我们今后被这个交易呢 那这玩意也是为了老东家蓄力嘛 所以丁维迪那领军带队没有坎多兰特干几了救赛了 第一年的时候大好良机多兰特就作弊上官 那你要说球队已经干净救赛了 你作弊上官泄不泄气呢 其实2019年郎王队全力向上的话 绝对有望成功冠军的 但是多兰特呢 让全队为止泄气 原本凝聚出来一颗元气弹 啪啪之间这又放不了了 又得缩回去了 跌成内场了 第二年呢 也是因为卡文多兰特大量打打停停 总共长回赛打了三十来场 使得呢 哈登就被累毁了 凯如文呢 也是心胜动摇 就这么一个团队环境 我们大哥常年躺于病床之上 那怎么完成正观伟业呢 所以每个人内心当中都会出现动摇的 因为他这个遭一个重赏 还要把他树立为球队老大 登场时间又不能少 形成的恶性循环嘛 2020到2020以赛地呢 也不行了 干到基友赛这个伤完那个赏 后来就都功夫一会嘛 那你说说是不是因为 把多兰特树立为球队第一人带来的弊短呢 所以2021年征战基友赛呀 朗尔队本身呢 再度凝聚起来的一口争气 又憋回去了嘛 所以又遭遇了一次内赏 今年呢 坎多兰特又赏了 这就是为什么说 之前那会就讲 你要是拿他当一个二当家这么用 一场比赛常规才几点 别给他太多出场时间 那时真说这个郡纪言明的话 不怪你毛病 你不能说 因为说自己的什么所谓的 自私性的追求 我就荒废了整个团队的鸿土大 也不可能的 我要是主教练当时呢 就公开讲 坎多兰特像这种有伤病隐患的 我不能再给他更多出场时间了 我们为了季友赛 为了争夺冠军 所有队内的人事安排 以这个大方向为第一准则 所以多兰特呢 长军出场时间 雅致在长口比赛 二十五六分钟以下 能拿个二十分最好 拿不了呢 十七八分也可以 你扮演个队内老二吗 让哈登领军再对往前打呀 这样一来你能够保证呢 长期征战 我也尽可能的减少 出现小伤小病的可能性 那打季友赛 那不就事半共备了吗 哈登领军呢 不然到了季友赛 适当增加一定的出场时间 但是控制在三十分钟以下 只要你能大量长期打 欧文哈登不至于说累毁 长期团队形成一种 默契的紧密连结 球队这种这个化学反应 得以稳定的形成 那球队早就中了冠军了 但今年你看不看到 还围绕杜兰特当老大 他不又上了吗 等到回来之后 那接下来指不定谁上呢 反正今年呢 就属于是再也凝聚不起一股震气了 已经是第三次想续力了 这会儿已经历劫了 哪有利益呢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观看